这些宾死的人 恰巧有这个经历 也是到命中一个结束 可以讲 通常也不会有这种事 然后呢 你不管是意外也好 人家就那个空间的 上方下方 反正总是管这一块的 就通过 一些形象 有的显了身形 有些呢 干脆就是光 但是它也会让你心痛 或者是 有耳朵让你听到这个声音 告诉你 时候还未到 然后顺便还 点话你两句 可以跟他们 在世的人 讲一讲 有些的人很多都不信这些了 尤其西方 就是思想影响之后啊 我们更注入现实 所谓物质可控的 感觉是当下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 被这种有形的东西 控制的太过了 那就目光短浅 那也有下实 也有胸怀 长远 未来 看不见的东西 很多也更是根本 真的 所以呢 这个世界啊 总之很奇妙 每个人可能投射到不同的地方 情况也有所不一样 有形的这个过程当中 人都是以一个第三者的 旁观者的身份 来看自己这个 躺在病房上 那个身躯 然后呢 听那注意的声音 但是 你想 控制自己的身体 却控制不了 想跟别人打招呼 说话 说不了 你用意识 人家也不懂 触摸呢 人家就从你 穿过你的身体过去 也 察觉不到你的存在 当然了 如果真是 成了那个界的人 老是这样 即使在附近 一一一扬 对人 活人 在世人 身体也是不好 对他可能也有 互相的影响 所以一样两个之后 想念归想念 但是 也不要频繁的接触 人家有人家的业 果 新的生活 还未了 我们缘分 这一生至少已经到了 不要太强求 那真的是 互相那个 下一次还会再见的 早晚还会再见 同会一些事 也还有机会的 然后 有情况 就是 你 很多人 他到这个时候啊 西方人 没有这个感情 家庭的这种情怀 比较浅薄 觉得人 活以为的很痛 确实如此 很烦恼 他干脆去那个地方 想去 也许有的就去了 那有一些呢 我们这些经历者 都是他回来了 有 一些是不到时候 不让你去 你根本去不了 他都会嘱咐你一句 你到时候 还会再来接你 那还有一些呢 是通过家人的 强烈的呼唤 朋友 那么他 动心了 虽然知道那边很好 至少那一刻 是好的 但是他还觉得 负不起责任 没有进到这一辈子 未了的事 还没有 做 所以 一个是他让你回来 二一个是自己心里放不下 也要回来 跟他请求 那他既然看你有这个 说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大家的这个心 这不叫自私 他还准许你 一段时间 有的 可能这个心愿比较长远啊 在少你几年 阳寿都有 有的也许就几天 好了 下一个如何面对